如果我告诉你,在Ferrocar Pro上面有这么一款插件 可以难顾你的大部分创作需求 其中包括了片头片尾logo动画效果 音效、排版设计动画效果、3D动画效果 标题效果、文字动画效果、图形动画效果、图标展示动画 各类转场等一系列优质效果 你会不会想要? 那今天我就要推荐这样一款极大层的优质插件给你们 OK,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插件到底有着怎样的效果吧 插件 那很巧,正当我想做这样一期插件推荐视频的时候 刚好有插件方找到了我 想让我帮忙做一期推荐的视频 所以这期视频是一期恰饭的视频 对 我也不装了 摊牌了 不装了 我是亿万富翁 我摊牌了 不过大家请放心 刚才大家所看到的这款插件 是我在他们发的好多款插件里面 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一款 并且我是在试用过之后 真心觉得非常强大 非常好用 效果非常的优质 我才会拿出来推荐给你们 虽然这期视频是一期恰饭的视频 但是我除了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款插件的详情以外 我还会跟大家来聊一下 一些参数的设置 以及插件的一些进阶用法 那这些支持在其他插件上面也是共通的 所以如果你对插件的使用 还不是非常了解的话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 说不定就能够帮助你 更好地了解插件的使用 所以呢 今天的这期视频 同样干货很多 在这边我真的非常希望 大家不要只是收藏 我发现我的视频 点赞相比于收藏的数量 真的是少得很可怜 所以大家动动手指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吧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好 那我们的视频现在正式开始 当我们下载并安装好插件之后 我们打开Final Cut Pro 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四个大象的效果 在字幕这边我们可以找到三个 一个是FCP Graphics Collection 还有FCP Icons Collection 以及FCP Titles Collection 那最后一个FCP Transitions Collection 我们可以在转场这边找到 好 那这四个大象里面都包含了非常多的小象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 首先是Graphics Collection 它的第一项是Logo Spins 大家可以理解成Logo的片头片尾动画效果 那我之前在做这些Logo片头的时候 都是要另外到AE里面去做 但是呢 有了这款插件 你就可以直接在Final Cut Pro里面 完成Logo片头的制作 虽然它的类型数量比较有限 只有25种 但是通过Final Cut Pro的直接编辑 的确能够很大程度上节省大家的时间 并且它的效果质量 在我看来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足够满足大多数人 对于Logo片头制作的一个需求 那与这25种Logo片头效果 搭配了还有25首配乐 在下载好的插件文件夹里面 有一个Logo Stings Sound Effects的文件夹 只要根据我们的这个Logo Stings的序号 来选择这个文件夹里面 相对应序号的配乐就可以了 比如我现在选择Logo5 然后把它拖拽到时间线上面 然后再把05的配乐 拖拽到Logo5的底下 那这样呢 音乐和画面效果就匹配了 那我们接着来对这个视频效果做一些修改 我们来到字幕检查器这边 这个OSC Controls打勾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视频上面 点击这个圆圈 拖拽主Logo和副标题的位置 关掉的话 视频上面的这个圆圈 就会消失 也就没办法通过直接拖拽来改变它的位置 那接下来呢 可以看到颜色123 三个选项 分别就是对应视频当中几个颜色的元素 那我们可以通过更换颜色 来选择使用自己喜欢的颜色 那我觉得原来的颜色就挺好看的 就不做其他更改了 接下来的这个Background的选择很重要 大家要注意 首先第一个选项是Drop Zone 这个和底下的这个Background的选择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想要作为背景的图片 放到时间线上面 当然也可以直接截取视频里面其中的一帧图片 然后点击这个黑色的框 选择我们的图片 这样我们的Logo动画背景就会变成我们选择的图片了 接着我们重新选择背景选项 我们选择Gradient 这个是见面色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定义见面色的背景 当选择了Gradient之后呢 我们在底下的Gradient Color 1、2里面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两种见面色 它是由1见面到2的 所以假如我们现在选择一个青色 再选择一个蓝色 那我们的背景就会由青色见面到蓝色 那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看的 同理大家可以自行组合选择自己喜欢的见面色来当作背景 接着是None 就是相当于没有的背景 这个选项可以结合视频来使用 直接放在视频上面 让视频内容作为我们自己的logo动画背景 最后一个选项Soil 就是相当于单色背景的意思 比如我们在Soil Color里面选择一个白色 那我们的logo动画背景就是白色 选择蓝色背景就是蓝色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 那接着还有很多参数 都是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 在这边我就不一一解释了 大家就根据单词的含义 自行尝试调整看看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同样是重点 就是logo的替换 在这里以我的logo为例 同样是先把logo图片拖在到时间线上 然后在logo这个选项这边呢 我选择我的logo图片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 在这边把这个sample logo的选项 改为drop zone 不然它会一直默认使用模板原来的logo 那为了效果好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得使用png格式的logo图片 把除了logo以外的元素给扣干净 这样logo的展示效果才是最好的 那底下还有一个text的选项 可以在这边输入副标题 可以放网站的域名 也可以写一些slogan 或者是介绍之类的文字 比如说我们先来打上 你不赞 我不赞 这一地何时能恰饭 好的 那其他的参数调整 我就不多赘述了 真的都不难理解 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当这个logo片头做好之后呢 大家可以把视频和音频一起兴建一个复合片段 然后将视频改为倒放 这样就可以作为一个前后呼应的片尾啦 那其他的几个项目 其实他们的调整方式都大同小异 所以我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我就快速的带大家看一下 还有哪些强大的效果吧 首先是一些图文展示的效果 除了有好看的背景可以展示文字内容以外呢 还有一些3D动画可以结合使用 比如可以在这个3D的手机上面放置图片 配合文字说明等等 那接着呢 还有这种纯粹的背景效果特征 每一个效果我感觉都很有设计感 接着还有一些社交媒体使用的动画效果元素 不过因为是国外的插件 所以呢 更多的是针对国外的社交媒体 即使如此 有一些元素还是共通的 比如这个点赞的效果 大家懂我意思吧 接着是一些图表类的数字说明动画 对于辅助一些数据的说明与展示 可以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里面有非常多种类的图表 数据动画 总有一款适合你 接下来是一个设备类的动画效果 例如手机 电脑 iPad 手表 耳机等等 同样是可以在这些设备上面放置自己的图片 同时可以配合上一些解释说明的文字 最后就是一些图形动画 那这些图形动画我觉得都很有趣 那我之后呢 也会在自己的视频里面使用这些图形动画效果 来增加我视频的趣味性 比如像这样 接下来另一个大象就是图标 它有各个类型的图标 比如商业方面的 还有创作方面的 那创作方面的图标呢 比如有这个打板和录音的图标 还有各个国家的货币符号图标 设备图标 天际图标等等 总之类别琳琅满目 更多的惊喜 大家可以自行去发掘 那字幕这边呢 最后一个大象就是标题效果 类型数量呢 也是非常的多 不仅类型多 而且每一个标题的动画效果 都很有设计感 质量真的都很高 那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其中的一些标题效果 大家自行感受一下吧 怎么样 怎么样是不是质量都非常的高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插件 在FinalCopro字幕里面的三个大象呢 接着呢 我来分享几个字幕插件的进阶用法 首先 我们选择一个有背景颜色的插件 那这个时候呢 假如我们想要去除背景色 让它只保留这些图形和文字效果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背景色变为黑色 然后在混合模式这边呢 选择屏幕 这样这个效果就可以去除掉背景色 直接和你的原视频画面来配合使用了 那其他的插件效果也是同理 除此以外呢 两个插件效果之间还能加入转场效果 比如我选择一个Glitch的转场效果 加到这两个字幕插件之间 记得要关掉前面一段的Build Out 和后面一段的Build In 就是前面一段的建出效果 和后面一段的建入效果 因为中间你已经要加转场了 就不需要它们建出建入了 最后如果大家想要整体给这段效果加速或者放慢的话 可以将这两段新建一个复合片段 新建完之后呢 记得在混合模式这边重新选择屏幕 然后再调整这一整段效果的速度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插件效果最后的一个大项 就是转场效果 那转场效果的添加就更容易了 直接抓取效果后放到两个视频中间就可以了 关键是转场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那大家就继续直接来感受一下吧 那我想大家看到这里也应该都能明白 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剪辑软件里面 再安装其他的插件了吧 就是因为优质的插件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视频效果 让我们的视频显得更加的出彩 而且插件的存在拉近了我们和一些顶级后期师的差距 这些酷炫的效果不再是它们的专利 即使是在普通的剪辑软件当中 通过这些插件 我们也能够便捷高效的做出好看的视频效果 好的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插件里面所有的效果展示了 这个插件真的带给我非常多的惊喜 不仅效果繁多 而且呢质量都非常的感人 虽然不能说有了这个插件就可以不需要其他插件了 但是有了这个插件 的确就已经可以满足我大部分的创作需求了 那我相信大多数人也是如此 那这个插件的更白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边呢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原创插件 同时也多多支持我们这些原创视频的创作者 有了大家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继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OK那大家最后呢一定要记得 点赞三连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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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我们先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